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了,今集真的我要自打嘴巴 我之前说过,大S和汪小菲 可能是不会离分的 但是呢 根据台湾一份 几出名的娱乐雜誌,亦都是陆媒 但是陆媒不要紧要的 因为我们只是说他八卦东西而已 八卦东西其实他是很准确的 因为他们之前报道这个 乒乓球那位 福远外都是他们最先报道 而且是真的撞硬 不是撞硬是真的有消息来源 他们说他们是真的离分的 那什么事呢?就是镜周刊 镜周刊报道说 他们双方的共同亲友已经跟他们说 即是 艺人大S 徐希换 以及 中国内地富商汪小菲 对不起 十年 婚姻情 要说再见了 走到尽头了 他们实牙实之下确定了 双方共同亲友已经告诉镜周刊 汪小菲和大S已经委托了律师扮理离分手组 大S在11月初正式向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这是第二个 叫做离分 诉讼书 对了 诉请与汪小菲离分 双方 这些有钱佬 来来合合 银子当然是 要说一说的 双方 对大S名下 大约6亿新台币的豪宅 也挺厉害的 以及汪小菲 S酒店 3.5亿新台币 即是大概 9亿多新台币 9亿多新台币 是1亿多2亿人民币 是很多的 如何分配呢 如何分配呢 这就是最重点 很残忍地一个意识 就是每一对人 分开 很少说 不涉及财产 除非 是真的 之前就有协议 大马上 一般来说都是 钱肯定说 以及 子女日后 相处模式是怎样 调解呢 将会在 法官主持下 有共识 而且 近日 即将会对外宣布 离婚调解的结果 我们做了一些 这是突发 因为真的是刚刚的新闻 其实 11月14日 汪小菲的母亲 张蓝女士 在抖音也贴出 儿子回家的信息 照片中 张蓝 为儿子说 很厉害 酷全羊 说帮他补补身 接着他说 我儿子 是满族人 最爱懂得羊肉 所以我帮他酷全羊 他也说 没有人一世都是春天的 亦没有人一世都是冬天的 那么暗示 是不是汪小菲 在冬天呢 可能是春天的 是的 因为之前也有 内地媒体拍到汪小菲 也有 懒女 社交 另外 抖音上 张蓝 即是汪小菲的母亲 也说 他刚刚在工地回来 其实 照片中的汪小菲 一念眷勇 表情严肃 但是提也没有提及 大S的 婚姻状态 不过大家看起 汪小菲的样子 好像 很累 不想说话 anyway 累也不奇怪 做完工我也累了 9月底的时候 其实汪小菲 就有 一个传闻 因为9月底 其实他是 去了台湾 当时分辨已经是 炒得沸沸扬扬 10月底汪小菲回到中国内地时 就已经将他社交媒体当中 所有关于大S 除希缓的东西 删除了 两个人的离婚传闻 更加是 你 无端白事删除了照片 是不是有些事情 很多人都会猜想 这次 两人 和S妈 还有汪小菲的母亲 张兰 都没有再出来澄清 是没有离婚 即是没有否认离婚 其实镜周刊也说 汪小菲9月底 去台湾那次 应该 就不像 外界那样想 10月 因为大S是10月生日的 所以就帮他慶祝10月生日 其实不是 应该不是 应该是搞一些离婚事 对了 谈谈条件 没错 离婚条件 之后就回到中国大陆 大S可能 谈完之后 11月初 就去法院 请求和汪小菲 离婚 并且 可能有些东西谈不定 就找法官进行调解 对了 其实镜周刊的调查也说 大S和汪小菲 是由知名的 妇权律师 蓝芳玉帮他们打离婚官司 阿蓝芳玉其实 在歌手张清芳和前夫 宋学人的离婚案当中 就是处理这个手续 大S的离婚官司 可能就按照张清芳的模式 先在法庭外 由律师针对财产及子女的 相处方式进行协商 达成共识 再入法庭进行 这个 诉讼 在法官见证下 签署 调解的笔录 双方签名之后 调解笔录效力 就等同于 确定了的 判决书 就由法院 确保双方是会遵守 协议内容的 嗯 挺心酸的 说到这些事情 对吗 是这样的 要搞清楚 你往正面的方向去想 是要搞清楚 资产 资产 如何分配 这样对 这样对 那我们说回 汪小飞在疫情初 就回到中国内地 与阿妈在北京开设的 村菜馆 麻六记 以及越菜馆 越尔堂 生意相当不错 所以 本来他们想 汪小飞想着 长住 台湾地区的支持 不过 好像内地 赚食更加容易 更加容易赚钱 将 事业重心 又转回 中国大陆 所以 疫情搞到 每次往返 两岸都要各自隔离 十四天 你知道 生意人 时间就是金钱 对吗 如果 在台湾 时间长一点 很多人都说 不会有这么多事情发生 事实上一样 就是 夫妻 最少来多的话 很难 而且 大埃斯 和他一对 儿女 又是习惯了台湾生活 暂时未想完全移居内地 所以 两人就有 亮起红灯 另外 大埃斯和汪小飞的婚姻 可能早在今年6月 已经有些事情发生 当时 汪小飞因为台湾 地区有 新冠的确诊者 飞到厦门 半夜发微博 所以 社交媒体都是女士 这些 私人事就不要 整天 说完这些 不要把政治 扣买 因为 公众人物是很难的 当时他们说 我们抱着一复真诚的衣服 被他们不断利用和污蔑 这么多年来看 实在引不下去 按我们北京人的话 说一大帮傻嘟 历史书里面 一定会记住这帮汉奸 其实 我觉得 好像说到过头了 就是 当然 有没有山吻 有没有山吻 当然有 台湾地区是 做得很差 但是 这些人可能 你说他汉奸又不一定 可能他 可能 这些人确诊到厦门 真的不一定是为财政府做事 对吗 有可能不知道 他自己 有可能不知道 但是 你说到汉奸又说得好像太大了 大马叔 已经夸张了 是的 所以令到 大S 当然被人针对 后来 媒体针对汪小飞的发言 问大S意见 他 他 就说 在扮作离婚 不过 之后 大S的母亲就说 女儿说 戏话而已 就说女儿和女婿都 放不下自己的小孩 他们 会 勸他们 两夫妻都忍一忍的 过了没多久 汪小飞 当然在微博上三吻认错 表示 因为担心家人才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以及 疫情期间确实 情绪容易激动 传闻汪先生都是挺容易激动的人 希望 家人可以健康平安 并且还将 原文当中的 一群大傻 他不是生命是改的 就是将那些 敏感字眼改了 记住这群汉奸改成 资猪则一辈 其实这一笔 其实删除了他更好 虽然改文认错 但是汪小飞 并没有立即 去台湾地区挽救他的婚姻 而是隔了三个月 才9月底 到台湾 可能生意很忙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不理生意 家人会更重要 每个人的 取捨不同 外界 以为他帮老婆慶祝生日 但是汪小飞 仍然在 防疫隔离 的时候 双方都没有在微博和世间媒体 放闪和合照 10月底 汪小飞就回大陆 将微博自我介绍 改成了 小月的塔巴 和 删除了 已经和大S好像没有关系 因为他将抖音有关大S的内容 全部删除了 大S亦正式 将离婚数 总书带到法庭 应该和汪小飞 应该差不多了 真心地说 是差不多了 另外 这个离婚 的事情 貌似都已经 差不多了 汪小飞 其实 日前 都是有些动作的 有人就说 是不是他想过 真生活要好好过 是什么事 原来 他 在 11月5号的时候 在微博发文就说 我不叫汪小飞 我叫汪小飞 少 少年的少 我打算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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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他说这个才是我本名 知情人士就说 汪小飞之前和大家上节目的时候 曾经提到自己 小时候叫少飞 但是 扮身份证的时候 对方 因为听错了 所以写成少飞 大S 在 节目中就说汪小飞好听多些 现在 汪小飞改变少飞 是不是因为 觉得大S 你说好听 我就改变原名 我就是不喜欢 小飞叫少飞 这个也是猜测的 几巧合下 很多巧合下 但是要离婚的话 改不改名字 他都会来的 真心地说 他想撇清所有有关系的东西 让人有这个乱想 那也是 当然 现在看到他们 也是没有的 另外 我们看到 因为 他有一间 叫S Hotel 大S 知情人士也说大S 和汪小飞已经针对离婚的协议 达成共识 但是 因为汪小飞是内地的 加上他在台湾地区开设的 S Hotel 属于是6G 投资的企业 相关文件 还是要经过 两岸的官员认证才行 如果两个人要离婚的话 法院 法院也要记一份 不录 到这个 户政事务所 双方 要各自透过网络 申办 最后也要签字 当然 至于 至于 相关财产点分配 亦可以在法院的介入之下 进行 分配 在一审地方法院 就可以解决 官司不需要到三审 才判决 亦不用亲自出面办理 当然当然要找律师搞 没理由 好像拍戏那样对捕公堂 你指着我 我指着你骂 很难看 而且 费用亦相当便宜 只需要1000元新台币 不过刚才这样的情况出现 媒体就很开心 是的 每天都可以跑法院 还有 戴埃斯和汪小飞10年 两个人是2010年 在北京的一个派对 即派对上认识 后来 戴埃斯 回台北 过生日 汪小飞 亲自到台湾地区 宋景年 没多久 两人 在北京再见面 有听到天纲 有听到天纲 很浪漫 这些都是热戀中的事情 是人都试过的 是 汪小飞 问 大埃斯 我们 可不可以结婚 大埃斯 很不犹豫地答应了 隔日中午 两人 就到教堂 胡大戒指 订婚 当时 两人 认识了49天 见了四次面 隔年三月 马上就在中国 大陆的海南岛三亚 举行 世纪婚礼 轰动整个 演艺圈 其实 当然 汪小飞的母亲 张澜 是中国知名餐饮 集团 超江南的 始创人 主打是什么呢 创意串彩 另外 亦都说要做 中餐界的LV 就是Louis Vuitton 2000年起 张澜一手就将超江南 从北京一家小餐馆 开到中国大陆 17个省份 22个城市 的美食集团 是位 事业相当成功的女性 女强人 后来 当然 汪小飞也加入了这个集团 2008年 还成为了北京 奥运会 餐饮服务 商 所以变成了中国 出名的人物 当然 Dyess 和汪小飞结婚之后 张澜 都经常出现在两岸媒体 的报道当中 其实 虽然他在2015年 退出超江南的董事会 但是超江南的生意 依然十分出色 除了和阿仔开拓新的餐饮事业之外 他也曾经成立了 一个私务基金 有10亿人民币 专门投资餐饮业 经常看到他的豪宅 还有富贵生活 亦有不少粉丝 Dyess 当年也算是在 演艺势碟峰 和汪小飞 闪婚了 真的闪婚了 闪婚 大家都说 正呀 王子和公主 是的 权杀旁人 后来汪小飞还为 老婆去到 台湾地区 开酒店 他们叫翻店 亦买豪宅 当然有一对子女 其实也是挺幸福的 但是 现在就 明白了 有些东西 该走的 都是会走的 真心地说 外人 理解不了这么多 因为有很多他们夫妻相处的事情 他们才知道 没错 真的他们才知道 唉 只可以说唏嘘 人生可能就是这样 很开心的 都开心过的 幸福过的 有对子女 只可以以后好好地 一起 养好对子女 只可以这样 各自都有 展开新的生活 像刚才那首歌 没错 没错 当然了 我之前也说过了 我看过这个 内地的 终艺节目 幸福三重咒 结果 哎呀 他们是和福原我一起参演这档节目的 哎呀 很邪啊 这样 是呀 真是 汪小飞和大S 在这个节目上有放闪 当然了 人家也是要看这些 没错 但是这个节目 有点邪邪的 除了 除了福原爱 大S 还有哪个对象 有哪个对象 陈建斌和 蔣勤勤 那也好 他们应该 都没这么说 希望他们没事 现在很难说 周董有没有上过去 没有 那也好一点 没有 没有 因为很多人唱衰周董 他结婚的时候 我觉得周董 周董 反而没那么大事 因为 难听点说 其实 周董的老婆 没有那么有名气 明白吗 没有那么有名气 可能也是 一个好事 没有那么大包袱 没有她老公那么大名气 对呀 也没有大S那么有名气 对吗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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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最记得 在幸福三重咒的时候 大S当然是卖萌 网友看了之后 很幸福呀 好似在家里的小公主 节目当中我最记得 大S还跟汪小飞 踩单车 大S 是坐在 后座的 当然啦 老公也是啦 当然是在他啦 很幸福 之后一直 就说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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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停呀停呀停呀 汪小飞一直都要 叫大S不要害怕 不用哭 大S就 吓到哭了 网友也跟着 一起开心哭了 想不到 这些节目是不是有魔咒呢 我不知道 但是 一般来说 小弟就觉得 高调永远都是 某方面来说 都是 比较容易糟糕的 好 因为想想万智是很高调的 我觉得低调 是太夸张 当然他们可能觉得 唉 不过当时没有人知道的 这个也是事实的 当时没有人知道的 你看回当时的节目 或者那些 婚礼那些事 你就 不免唏嘘 我想 因为汪小飞说 人家 汉奸这件事 都不是最大事的 其实 最主要是疫情 最少来多 真是最少来多 还有 传闻汪先生有时候 脾气都比较大 脾气都比较大 可能 唉 又整天回不了来 觉得有等于没有的时候 不如分开 这样 这个是我纯粹个人推测 当然 无论他们的婚姻状态 怎样都好 都是他们的私事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